在法国 新冠肺炎阳性病例的数量似乎维持在每天5万例 法国全国正在加紧开展疫苗接种活动 药剂师现在可以在周日营业 法国是否已经到达第五波新冠肺炎感染的高峰了呢 这是自本月初以来 法国阳性病例增加所表现出来的情况 虽然自12月初以来 确诊病例几乎一直在不间断的上升 但现在他们停滞在每天略高于5万例的水平 在去年的第二波疫情高峰期 有4903名病人在重症监护室 12月12号星期日 重症监护室里共有2539人 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疫苗接种的覆盖面 新冠疫苗接种运动正在加快步伐 法国人可以到药店去注射加强剂疫苗 也就是第三针疫苗 药剂师被授权在周日营业 疫苗接种中心也重新开放 如上加龙省的图鲁兹那里的一个疫苗接种中心 每天要进行2200次注射 如果说由于Delta变体毒株引起的第五波浪潮 是在时间上做了一个标记 那么卫生专业人员仍然很谨慎 特别是因为奥密克戎变体毒株目前正在欧洲广泛传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